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马龙的一球竟然被国际拼连 评价为最不可思议的一球 看完开头的你是不是被马龙 球技所惊艳道 众所周知马龙在乒乓器方面技术雄厚 球风十分的出众 更是将乒乓球玩得炉火纯青 被外国人称为六边形战术 更被日本人称为前五股人 后无来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一共拿到过五枚奥运会金牌 超越张长宁等掌位 成为乒乓球历史上大满贯选手 擅长弧拳快攻的技术和方法 攻守都十分的全面 更是达到了人球合一的境界 在比赛中更是力挽狂澜 打出很多不可思议的骚骚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 发生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男子单打半决赛 由马龙对战日平一哥水骨笋 在马龙大比分压制的情况下 竟然被水骨笋连续扮回了两局 连刘国梁都开始嘱咐他调整状态 就在第三局马龙上演了 不可思议的一球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的欣赏一下吧 智识你了 你下一步就知道 他一来这个球 你马上就有反应 咋啦 哎呦 漂亮 看完了 再来 好的 再来 太漂亮 好的 这个球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球 更重要的是一种适器 如果在一个落后的一年 在这样的一个球里边 能够拿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力短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刚才马龙也很兴奋 最后拉完以后自己蹦了一下 这个球对马龙奸定胜局 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他在某种意义上握住了对方的势头 最终水骨损防守活力 直接出界 马龙拿下着至关重要的一球 对于接下来的胜利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全场球里也是跟着欢呼雀跃 白断 客户抢拉直线 拉反手 多有 漂亮 最终马龙以3比2成功的拿下比赛的胜利 势力的进入盗局赛当中 然而更带他的对手 则是中国选手张继科 然而马龙这关键性的一球 也被国际拼连称为 史上最佳的分球之一